来 我们必须得说一下民歌了 要考虑一下民歌的感受 民歌如果还在监狱的话 每天看着报纸 我的天哪 这世界都发生了什么 八级城四皇了 路飞城四皇了 悬赏30亿 然后一个个新闻 民歌说你们胡编一些什么东西来糊弄 所以民歌在监狱之中看到这些报纸 肯定是按捺不住 那现在民歌其实也是下路不明 因为实际政府那边派出了 可能是最强的杀手去刺杀民歌 好在监狱之王麦哲伦 专门在民歌的监狱门口守着民歌 所以民歌的生命很可能会得到保障 因为麦哲伦太强了 监狱他是王道 如果民歌趁麦哲伦和那个最强的刺客 大战的时候 对监狱王们造成一些破坏 逃出了监狱的老门 再通过自己的这个 在监狱之中的一些人脉 把一些手段 民歌毕竟有黑的两刀通吃嘛 越狱逃出了这个推进城 其实也是一个蛮精彩的剧情 尤其老沙 现在人家又出来这个扬名 老沙对标的这个齐武海 我觉得在这一个被颠覆的新世界 没有民歌再成为一个弄头儿的话 感觉少了点什么 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 或者说还是比较愿意看到 民歌越狱的 然后再加入新世界的 这个豪强争霸之中 所以民歌的下路 第一 最强刺客刺杀为谁 由于麦哲伦的保护 第二 如果坚异被破坏 民歌有可能会趁机越狱 第三 民歌会在未来 重新加入海贼王的争霸 跟老沙 这些元七五海一起 再次出现在新世界的大海之上 最终民歌有可能会成为一个 像顶上大战的那个旁白者一样 说到只有胜利才是正义 就是这样的经典话语 总之最终最终的大战 我个人觉得没有多方民歌是会少很多精彩的